大家来发光讲哟 咱们闹哩 漂亮 漂亮哦 客家哈哈哈哈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 最近非常有名的客家小镇叫做富冈 富冈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野道 大家知道吗 其实富冈车站 以前这个地方是叫做国公冈 它是在杨梅最南端的一个地方 在我们的富冈 它其实原来的一个外形就像是一个小山岗 当时候是农村方式的一个聚落 所以都会有很多的 富冈车站 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庙林立 所以在很久以前 原名就叫做国公冈的由来就是在此啦 耶 这就是富冈车站的外形 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新式的一个建筑 其实在1929年的时候它叫做国公冈车站 那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车站的一个建立开始 所以啊 这边就成为了当时的货运 以及稻米非常重要的一个集散地 在这个前方的中正路这个地方 都还可以看得到 早年这样子一个经济繁华的一个景象 就是这些非常美丽的阳楼留下来的一个景象 所以待会也会带大家一块来看 在火车站旁边的这个是柏公冈老井 1929年柏公冈车站成立的时候 这边是很多的铁道管理员的宿舍 常常用来取用生活用水的重要的水井 经过时代的一个变迁 水还是可以挤得出来的 要用力一点对不对 在这边巧遇一个当地的阿爸 他帮我们念柏公冈井的客家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装置艺术叫做光线 它是运用老旧的粘米厂来做一个装修 它运用非常简单的三原色来去做呈现 这个老旧的粘米厂曾经受过美军炮弹的一个袭击 在它的一个外形上面 其实都还可以找得到弹孔在哪里 从火车站出来往三菱皮的一个方向来前进 还可以看到一个装置艺术 有显示着我们的旧的粘米舱 还有在过去我们用牛来拉稻米的成果 透过不同的一个呈现来让大家走入时光隧道 现在我们沿着火车站前方的成功路 一路往图书馆的方向等一下要接近三连皮 沿路呢都有指示牌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 所以讲话好像不太能够讲太大声 好沿路看到了这个是图书馆的富岡分馆 虽然在这个很安静的一个小镇 但是呢你看一下哦 它的图书馆有一种像是客家圆楼的一个造型 再加上上方还有有桶阀 完整的呈现这个客家庄的一个感觉 沿路的一个老街可以从我们刚刚看到的成功路 还有信义街 等一下我们中午要去信义街吃饭 然后还有包含中正路等等的都会带大家一个一个来看看 从新明街这个方向出来可以看到沿路整片都是非常大片的稻田 路刚过去都是以农村生活为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感受到绿浪以及在收割之后的金浪 所以不管是什么时间来都有不同的一个景色 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哦 远远的地方是不是有白露丝 白露丝在田野之间觅食 耶 我们终于看到白露丝了 有没有看到 它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 零零波光翩翩白影 是曲宗杰老师的创作 白露丝其实是被视为是庄稼的守护神 农村的幸运物 所以啊这个创作的原来的构想就是以这一个来做发散哦 今天镜头打招 嗨 今天是客串 今天是一起来玩 今天来哪里玩 宿刚 宿刚玩 现在后面是什么 三点波 的 零零波光翩翩白影 再做一次 零零波光翩翩白影 好长喔 这八个字真的是超长的 有啊 走咯 有没有觉得很热 还好有生产 诶有鱼耶 好多鱼哦 真的密室 在今年特别以 风 以风有没有 去感受一下 白露丝它会自然的摇摆 就好像真的一样哦 而且你看这一整大片 全部都是 零零 波光 翩翩 白影 白影 看到这边有很多的 姐姐们都在拍照 走回来信义街 在街道上有地方创生 遇到一个可爱的露阿婆 要给我们的一件事 就帮你一件事 没有 没有 今天 Gates 上去肉 小 Trick 着大哥 吃的吗 这是什么 我们的团队是要做富岗的地方创生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出 关心富岗事务的朋友 以及在地的青年可以一起来打造富岗小镇 那我们想说做地方创生 一定要选择跟富岗非常有相关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选了大镜头 富岗的镇中心 然后老街嘛 就是选老屋子 所以我们就到处去询问说 有没有老屋可以提供我们做的公共使用 对那当时我们进来线刊的时候 其实看到里面是非常的多东西 非常的杂乱 就像我们这个四张照片里面 后来经过地方创生 重新改造之后 就成为现在的模样 记录了富岗 好我们现在走到信义街道上面 这也是著名的富岗老街 从我身旁走过去的阿坡 非常的漂亮 他说他今年八十五岁 是吗 八十五岁 老太家人 揮手 你看 好不好 漂亮 漂亮喔 你跟我讲喔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旧式的建筑上面 在场外呢是红楼 在我们的屋檐下方就用拱廊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走在这个地方好像是穿梭在历史的回忆当中 走在信义街的街道上面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很多的网路上面有推荐来到富岗一定要来品尝的百年老店信义饮食店 有哪些好吃的客家美食带大家一块来品尝喔 在信义饮店里面来品尝美食了 我们点了客家小炒 赵姐来吃一下 而且很特别喔 我们现在坐的椅子呢 它是一个木板 就很像坐在那个火车以前的旧的椅子上面 一直在吃 好不好吃 好吃 虽然这个要两百块 等一下还有 炒板条 好 赵姐忍不住大口朵银 这个是我们叫的炒板条 看起来有点湿湿的 湿湿的 湿湿的 我们两个吃两人份 的size就这样 隔壁是 草米粉 不是啦 隔壁就是各家小炒啦 草米粉 好啦 今天这两个是我们的中餐 吃饱了就再继续走走 富刚车站过去的旧名就是伯公刚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除了 有像山刚的地形 在地也有很多的 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庙 所以呢 随处都可以见到土地公庙 在主要的一个街道上面 一边呢 是信义街 那么另外一排 就是 中正路 在中正路上面也有非常多的 简单的红楼 跟拱廊 走在沿路的街道 都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 杂货店喔 卖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什么都卖 吃饱了 现在呢 可以来继续走一走 看一看 大家看到我身后方 是库刚车站 在它的前面 这一条 就是所谓的中正路 可以看到了 最小的 身旁的这个非常美丽 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 它的 就叫做 绿佳申阳楼 在一开始呢 特别要关注 在中央上方的部分 他们感觉到非常的 酷利弹簧 这个是 拜占体式的圆形 龙顶 在它的 外层 爪形的 木窗上面 也是特别的 视觉焦点喔 屋顶 女儿墙 是采取 希腊三角形式的 三墙 那在一楼正门 前方 有四根仿巴特农神殿的圆柱 二楼立面 上面则是四条方形 黄色洗石子立柱 传统的洗石子做工 非常非常的细致 也是在桃园地区 非常难得看得到的 为大家来介绍的 这一个就是 所有的观光客 千万不能够错过 吕家伸阳楼 台湾铁路的 避布蓝绿时期 台湾铁路的 台湾铁路的 河铁路的 海湾铁路的 河铁路 河铁路的 碰完整个富刚之后 大家都一定要来到 伯公刚25 粮仓 这是旧的粮仓 来做一个改建 在离开富刚车站之前 一定要来这边 来协评一下喔 有很多 各个农会 推出的农产品 包含了我们在地 楊梅非常有名的仙草 在里面还有仙草汁 仙草洞等等的 都可以让大家来尽情的选购哦 这就是小柔差不多花了四个小时 畅游客家小镇富岗之旅 沿路上感受大自然 还有原汁原味的朴实模样 再加上最重要的还有浓厚的人情味 有热情的阿爸 帮小柔念客家诗 还有巴生小鸡肉阿婆 让这一段旅程有更多的惊喜 希望你也喜欢富岗 喜欢小柔的影片 也欢迎帮我按赞及分享 再加上最重要 订阅客家哈哈哈哈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